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面临着大量的退休潮 把握时机从做中学 让技术经验传承给刑警人员 一直是许多单位努力的方向 在之前报导过的合议场 许多强化工程中 我们发现一位退休员工 他满怀着一身电焊技术 退休后仍持续回来支援 希望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经验 传承给更多的后继 位在北海岸的第一核能发电厂 有一位老师傅 从年轻时参加合议场的施工建造开始 再次工作一辈子的周登贤师傅 退休后仍然持续在台电领口训练中心 担任电焊专业的讲师 并由人力派遣合作 继续回到合议场工作 都是希望能够继续传承 自己焊接的专业知识与经验 在这个新军人员 去了解说焊接在现场 焊跟工厂里面就是不一样 第一个温度 第二个我们那一天带宋西式的 宋西式的一般来讲 就是说怕我们吸那个污染的东西 吸到铁内去 这个有什么困难呢 第一个就是会比较热 第二个我们带煸灶的时候 比较不好带 和一场冷泥水槽的那阵补强工程 是在密闭的统槽中 加强统槽内部的结构 在此期会下 周灯贤师傅也带领着 心境同仁 穿着防护衣在闷热的统槽内 实际示范相关电焊的操作 与品质判断 让心境同仁 从实作中学习与成长 我们主办有指派我进去跟周师傅 就是做学习的 那周师傅在做电焊的时候 我在旁边观看电焊的情况 那电焊完之后的焊道的品质 周师傅也有教我怎么看 因为我们电焊完之后 它周围有一个热影响区 如果是电焊不好的品质 热影响区可能会有凹痕 或是它焊罐过高 都影响焊道 那影响焊道相对也是影响到 那个结构的那个强度这样 那这方面让我学习蛮多的 因为以往一些 在学理上学到的东西 现在来到实际 现场看到 就是可以理论跟实物结合 退休员工满怀着一身电焊技术 任时需回来支援 都是希望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经验 传承给更多的后劲 台电面临大量的退休潮 如何让工作上的技术与经验 传承给行进人员 一直是许多单位 持续要克服的课题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